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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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大家好 年中很多人来参观卡路斯的设计科技室 亦是我们的Steam 创客共享空间 目的多数是为自己学校 再申请去创建一个Steam Lab 或者看看工场的设备 应该购买什么 话说一间Steam Lab或者Maker Space 设定都不是最重要的 而管理才是王道 所以很多朋友设定好Steam Lab 不懂得如何运作 以至于不能产生最大的功用 无他 一间工场里面有这么多机器和工具 在运作时又要注意到方便性 又要注意到安全 而且可以说在一间工场里面 每一个人 每一件物件 以至每一处地方都可以教育到我们的学生 正因为在我们管理工场的时候 就要好好规划每一个地方的使用性 就好像最近半年 卡洛斯把吉他制作的教学搬入了校园 我要使到我的同事 学生 以至来参加活动的长者 都要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制作吉他 因此我要去腾空地方 让他们做屈板 沙板 装嵌 卡洛斯 自己制作了这么久的吉他 和做了这么多吉他 在我的经验里面 我发觉我们最需要的 就是可以给大家做打磨吉他 和上漆工作台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我去预备这个地方的过程 为什么打磨和上漆工作台那么重要 你看看我们平时用机器来打磨木材 无论大型中型就是小型的沙子机 你都会发觉打磨的时候 会产生大量的木碎 所以操作的时候 必须要开着这个吸尘装置 但用小型的工具来打磨的时候 又怎么算好呢 操作的时候 一样会产生大量的尘分 做完之后整台都是木碎 如果你不清洁干净它 之后就吸入你的肺子了 所以我唯有看清楚整间工厂 还有哪些地方空置出来 可以用来做一张 使用小型机器的工作台 而这张工作台上面 我要加装一些吸尘的装置 令到我一边打磨 一边可以清除尘埃 最终让我找到这个位置 就逗了一张工作台 这张工作台不用漂亮的 最紧要是铁架够坚固 桌面够平 于是我就铁了一块 中密度的纤维板 用来做桌面 现在拍器 就帮我把这块纤维板 用螺丝安装在铁架上 这张桌面 就绝对不需要练什么防火板 膠边 这样粉色的 因为是工作台 之后就轮到阿sir出马 那我就分别订了两套 不同的吸尘装置 都是被人做手工的时候 或者做一些挑剔的工作的时候 即时清脆製造出来的尘埃 然后这部比较大的吸尘装置 它的对象就是用 刚才我提到的手动电工具的人 所以你看到它的吸尘盒 就和大型电动工具不同了 因为大型电动工具 吸尘管应该是直接搏进机器里面 而这个吸尘口就是一个喇叭型的 当吸尘装置启动了的时候 喇叭型吸尘口 四周比较微型的粉末 就会被强大的吸力吸入铁箱里面 而铁箱里面的结构 就和一部吸尘机无异 里面有隔层网 和储藏的空间 接上电源 就可以扭动旋扭来调校吸力 由于这种吸尘装置 设计来吸走空间中的尘埃 所以它的吸力是特别大的 所以你看到 离远隔空已经可以吸走一些碎屑了 我个人觉得 最适合于在它面前 用一些手提的电动机器来进行打磨 因为这些机器 未必每一样都可以连接吸尘机 就算你在使用的时候 戴上口罩 保护到自己不怕吸入粉尘 但是打磨完之后 掃桌也要很长时间 但是开了这个吸尘装置就不同了 可以一边打磨 一边吸走一些比较小的尘埃 好像我这样 运用不同款式的砂纸机去打磨吉他 转砂纸机的时候 又不需要将吸尘管拼来拼去 就一直可以享用一个无尘的工作环境 而西漢这部吸尘装置 它上面还有一个出风的封口 只要接驳了伸宿管道出去窗口 除了有集尘之外 还可以抽气和吸尾 即是在它面前喷嚷都可以了 虽然是这样 但卡洛斯都比较建议大家 室外进行喷嚷好些 有了这部吸尘装置之后 卡洛斯还想安装多一部小的 就是这部有条长长管 整只大笨像这样的吸尘机 大家不妨猜猜 这部吸尘装置定位的对象是什么人 哈哈 原来它是给美甲的店铺 一边帮女士收甲的时候 一边吸走尘粉 它独特之处附带遥控开关 它的吸力不是很大 但是胜在西部 还有条长长有异于屈曲的吸管 所以用起来都颇为方便 自从安装了这两部吸尘装置之后 卡洛斯做吉他和精细的木工 都觉得非常就手 有了这个甲部之后 你会发觉很多时候 做吉他就更加得心应手 所以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架部 我觉得是没错的 希望在往后的日子 卡洛斯能够帮到我的同事 学生 以至长者 好好利用这个架部 来做出更加完美的吉他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这里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影片的 请你订阅加赞和分享出去 拜拜